同一个悲惨的时务 第一下戏院在线风情 木座的屋顶 三角形的外观 散发出旧日的日式风情 为了7月9号的重新开张 工人加紧赶工当中 但又要小心翼翼 怕破坏原有的结构 很期待 我期待是这样 然后可以进去里面 感受一下以前的 那个老戏院的氛围 看到生平戏院正在大兴土木 游客自然地围了一圈 想了解何时会开幕 而戏院门口的售票口 正在兴建 就等7月9号重新跟民众见面 他的两周遭都是用空心砖做的 他的空心砖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不会产生回音 第二而且很凉转 业者说多亏新北市府及各界的奔走 加上戏院地主把地给捐出 促成了生平戏院的再生 开幕之后 预计播放老电影 纪录片以及艺术团体的表演 日剧时代的生平戏院 也将变成新的热门文创地点 这并且是有限度的